远熊大巨蛋的大底工程改善期限到期 台北市督发局长林周明昨天进入了工地视察 确认这个危机板南线的大底已经完工了 安全一律解除 但是对于大巨蛋能不能够复工 林周明说未来将会交由台湾建筑中心来审查 远熊还有北市府也会持续的开会寻求共识 大巨蛋内部工人们加紧作业 大底工程如期完工 督发局长林周明也带着工作人员 进场勘查 关心的是板南线也就是基地的南侧 目前的确有做到远熊有做到当时的承诺 所以我们也跟捷运局讨论过 我们认为目前为止情势是掌控的 涉及公安的大底工程的确有照进度完成 虽然危急板南线的大底已经完工 但是还有水箱盖板部分还没完成 远熊也承诺8月中可以全部做完 谢谢大家我们研中这边看了 仔细比对平面图跟现场施工情形 但大巨蛋能不能复工 判定的关键缺失还是存在 不会有讨论复工的可能性 79项是不是可以符合安全就有待于台湾建筑中心的审查 共同的工作来得到一个双方认为对的答案 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虑到这部分 如果说有更高的安全标准 那双方可以在这个基准上来做互相协调 后续的公安问题 我想目前双方在寻求一个共识的过程当中 是还有一定的进展 大巨蛋的下一步将由台湾建筑中心 以高标准性能式法规审查全区 北市府跟远熊也将密集开会 希望为大巨蛋僵局寻求解套办法 有点TV吴承翰邱俊燕台北报道